主持人 主持人 話題人物 對號入座 做哪裡 球唱低牌 來到年前的最後一個週末的比賽 那今天的兩位來賓呢 其實跟本週的兩個主場 非常有淵源 首先呢 邀請到的是我們的代班主持人 龍之子鄭祈寬 大家好我是祈寬 再來是呢 PLUS E的球評小佐佐聰凱 大家好又是我 為什麼說這個禮拜的主場 其實跟兩位非常有淵源呢 是因為勇士隊大家都知道 年前有一個主場五連戰吧 那這五連戰呢 小佐呢 貴為徐總的得意門生 他當然對於這個五連戰期間 跟徐總的心路歷程是非常的了解的 是 這五場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 壓力是非常大的 我知道 我沒有聊過啦 我知道他壓力很大 等一下我們就好好聊一下 這五場比賽就是徐教練的壓力 那另外呢 齊寬就更有淵源了 因為他是初代喔 第一代夢想家的球員 那那個時候呢 彰化組場 就是你的組場嗎 對 沒贏過 沒贏啊 很想贏 那我跟你講 現在夢想家也很爭氣 因為這一季呢 又重新再回到彰化嘛 那這次 這個禮拜拿到主場的二連勝 等一下你也可以聊一下 沒問題 對夢想家跟彰化之間的回憶 但是因為講到回憶呢 這個禮拜的賽後回顧的重點 就是三個字啊 林智傑 這絕對的 這 應該是 傑哥太狠了 上禮拜吧 都一直都是他 自從麥克受傷以後 幾乎都是他來扛啊 林智傑 傑哥在1月31號 對夢想家那場比賽 因為打到延長賽嘛 那整個下半場 基本上就看傑哥在表演嘛 第四節11分 OT4分 然後還有一個關鍵的大號3分 這些場上那種神獸級的表現 先不講 他那場比賽上場34分鐘 正負值是正25位 不簡單耶 因為通常就是這種正負值 是那種你上場時間 就是你越久會跟著那種比賽的頻率 會趨近於0 對會趨近於他最後比數 對會趨近於最後的比數嘛 這個是比較正常一點 但代表說是 傑哥只要一上場 那個分數就是有大幅度的 就是拖開那種感覺 然後在禮拜六的那場比賽呢 傑哥在第四節又獨拿8分 然後差點在最後兩分鐘的時候 又要把比賽帶走 要不是綠翔跳出來 彈了那兩下 彈了那兩下 絕殺3分嘛 等於是準絕殺3分 沒有讓傑哥就是又要上版面 那禮拜天的比賽呢 就是傑哥的好幫手 也是屬於富邦兩老之一的文成 也跳出來 在第一節又拿11分嘛 所以基本上這整個禮拜呢 林智傑就是圍繞著整個藍壇 跟整個比賽的話題 你們怎麼看傑哥的表現 我彷彿覺得好像回到我之前在白館的時候 白館那時候他其實算是 所以SPN的時期他真的非常高 整個全白館的人都為他分開 而且他不管在哪個位置 他不管在哪個球隊 甚至到了這個大陸去 也是一樣 都是可以帶動整場球 就是整場球迷的氣氛 你有對過傑哥嗎 沒有 非常幸運 非常 我們剛剛在開拍前也有聽佐哥分享 很多球員都說 傑哥那個力量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那因為我是因為自己個人生涯 生涯的規劃去選擇轉換跑道的嘛 那如果當年有對到傑哥的話 我可能就是硬商退休了 應該不會啦沒那麼誇張 對傑哥的印象 當初真的在打的時候 跟現在你看傑哥在打的時候 那個感覺又不太一樣 他還是一樣 非常多的一些假動作跟試探步 然後運球的那個節奏 非常接頭美式的那種胯下 然後在後側步 完全就是跟他以前是差不多 只是說他以前的爆發力更好 他的切入速度更快 所以你在第一步擋他的時候 我們以前練習賽的時候 大概你在三分線擋他 你就直接被撞到藍底下去 用滑行的那個 41歲了耶 你可以想像嗎 現在這整個禮拜的比賽 一打完之後 網路上很多球迷都留言啊 說現在看傑哥比賽是櫃子在看的 那另外一個講到氣場 我覺得講到氣場這件事情 我自己感受蠻明顯的是 在禮拜三這樣比賽 就是勇士對夢想家那場比賽 在下半場勇士開始追分的時候 傑哥只要一進球 或者是傑哥在場上做出的動作 他真的是完全牽動著整個 主場球迷的那種心情 那我也覺得夢想家那時候 真的是因為傑哥這樣的表現 加上主場那個氛圍 有一點點被嚇到了 我覺得因為夢想家也算是 比較年輕的球隊嘛 是 你有這樣感覺嗎 就是傑哥就是有一種那種巨星的氣場 彷彿拿到球 他就一定可以把這一球搞定 在那種關鍵的時刻 而且我覺得除了夢想家 感覺在最後已經打 在打勇士的節奏之外 有一個很明顯的點是阿吉 因為阿吉其實在那場比賽的後半段 在很關鍵的時候 其實發生了蠻多次失誤 那除了失誤以外 還有一些投籃選擇沒有這麼好 那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那時候他已經被傑哥的氣場 跟整個勇士隊追分那個氣勢 有一點點被帶著走了 但我也覺得這場比賽 其實對阿吉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比賽 因為他要再更進步 然後成為一個更好的控球 他勢必要經歷這樣的比賽 年輕人終究還是 還是年輕人 當然他的技術 我覺得現在 你說未來的中華隊 肯定是有他的位置 他的技術肯定也是沒什麼問題 只是心態上面 在這麼close的game裡面來說 因為球隊被翻過去了 然後又要被最近平手 然後又倒輸了 這段時間 他其實很想要幫助球隊很快的 很快節奏 因為加上現場的那些球迷的鼓噪 整個球場都是傑哥的球迷 你要很急著把整個節奏帶好 壓制住整個球場的一個氛圍 然後又要帶動全隊的隊員去進攻 去得分 其實在後面的那幾個處理球 其實是來得比較急一點 其實我蠻好奇的是 在當球員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打那種順風球 你覺得上半場打得自己很順很順的時候 結果分數開始被追近了 然後甚至被超前了 是不是真的會有一段時間 自己腦袋會一片空白不會打球 應該說那會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那會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去一直逼著你 那這種時候 像阿極在那場比賽後面很明顯的 他可能自己的節奏有一點點亂掉了 因為在那場比賽的後半段 他基本上那三四個都並非真的是 都是非受迫性的那一種 就他自己想多了 就是他的傳球選擇就是差了那麼一點點 對但我相信就像剛剛左哥講的 他就是想要趕快的把球隊 要回平手或者是領先的那個位置 但是因為他處理的節奏上面可能真的急了 那我相信因為阿極很年輕 我也很喜歡他 那這個對他日後來講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畢竟現在是例行賽 他還不是到真的要生死決戰的時候 現在的夢想家他們的戰績是有本錢 讓阿極去學習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真的發生這種狀況 在這個時間點我並不覺得是一件壞事 因為我覺得其實對阿極來講 那加上他是要往更高的一個層級去挑戰的話 就是你要再去突破的話 這種比賽其實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傑哥當然也不用講嘛 因為我也問了傑哥 那場比賽打完身體痠嗎 他就說聚痠 其實在比賽過程 在後半段的時候 有好幾幕在可能裁判催判 球是停下來的狀態下 傑哥都是撐在那邊 看起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疲勞 對但就是少一想 球到他手上 他就是有辦法搞定 而且那場比賽其實已經打到 徐仲其實自己在塞藥記者會都有講 他說他已經在用進攻組跟防守組 因為他不能讓傑哥 消耗這麼多的體力在防守上面 所以他用了很多的 不管是暫停也好啦 或是換人也好啦 然後去讓他們在 從第四節的後半段 一直到延長賽的時候 是在攻守上面有所謂的進攻組加防守組 所以你會看到有時候換人 傑哥下去兩個play之後 傑哥又要上來 然後就是很頻繁的這樣調度 所以我覺得那也是 將士用命的一場比賽啦 這五場比賽 我們在看完頭三場之後 我們覺得 哇勇士隊是不是可以挑戰 就是年前的主場五連勝 那這樣就是更漂亮的 可以進到過年嘛 結果禮拜六的比賽 一分差 輸給了鋼鐵人 綠翔的準絕殺 而且本來最後的55秒 那時候傑哥就是連罰球啊 然後加上又噴了一個那種大號三分啊 哇全場嗨到不行啊 然後傑哥也 哇傑哥這幾場也是愛心連發耶 哇一下就比愛心啊 一下就比了齁對 哇愛心連發 結果最後被綠翔摔走 對那球其實也是蠻可惜的啦 因為傑哥想要去 因為那球前面右尾是有點帶球 帶得有點不是很穩 亮亮嗆嗆的 對對對 所以傑哥想從後面去撈 結果沒想到收球拿起來之後 回頭直接傳給綠翔 因為講到綠翔最後那個關頭的出手嘛 其實後來有做了一些統計的數據 有一個蠻有趣的數據是 這在這一季啊 所謂的關鍵的得分 就是各隊有一些人會跳出來嘛 那剛好這個關鍵得分的前十名 就剛好分佈在五個球隊 然後也是一個本土配一個洋將 所以你會隱隱約約看得出來說 喔這支球隊的主軸是這個樣子 那所謂的關鍵時刻呢 就是第四節最後五分鐘 五分差以內的比賽 那像鋼鐵人的話 綠翔就有排在上面 他是鐵米加綠翔這個組合 然後是排在前五名的 那勇士隊呢就是強森加智傑 這個組合這個軸摩大家也是看了很多遍嘛 然後再來是國王隊的林蘇豪配曼尼高 領航員是李家康配握許本 然後夢翔家就是阿吉加麥卡洛 那為什麼沒有工程師呢 是因為剛好前十名就沒有排到工程師 那可能工程師的比賽呢 可能最後五分鐘沒有五分差內嘛 所以這是大家先講好 這是一個最後五分鐘 五分差內的比賽的得分排行 不是純實力排行 不是照實力排的喔 好啦我們就把它放在裡面啦 不然工程師你會覺得 但我覺得工程師也確實是因為 他在最後關頭的時候 有時候那種交代沒有很清楚 因為你大家仔細想想 你如果最後五分鐘 然後五分差內的比賽 工程師誰要處理球 現在看起來國豪配艾夫伯 對 基本上是這樣 國豪其實這幾季都可以看到 有時候他那種大心臟的 真的很大顆 而且他都能夠進 球都在他手上他都能夠進 每一支球隊其實都在年前 想要試一些不同的組合 但是你會看到說 最後五分鐘這五分差的比賽 這種關鍵的這種排行裡面 就會看到說 每個球隊的主軸 好像就差不多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們覺得 勇士隊今年能夠走多遠 或者是連霸 真的會跟林志傑完全畫上等號嗎 就是傑哥 因為你看這五場比賽 年前這五個主場 傑哥打得非常好 所以勇士隊的戰績扶搖直上 主場四勝一敗 然後大家就在討論說 所以今年勇士隊能夠走多遠 就取決於傑哥能夠 他的能夠體能能夠延續多遠 你們自己贊同這句話嗎 因為我是深綠的我夢球迷 所以這一方面我覺得還是讓佐哥 佐哥來聊聊好了 我覺得傑哥他的身體狀況 其實是其中一個原因沒錯 但是他自己知道怎麼去調整 自己知道怎麼樣去讓自己更快 進入到氣候賽的狀態 但我另外一個看法是覺得 要走多遠取決於年輕球員 誰可以補上來 因為去年的總冠軍賽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包含了貴宇 廷照 凱傑 翔軍 這些人只要上來 甚至連張文平上來 他們都可以在球場上做出貢獻 所以你能夠表現得越好 你可以讓這些資深球員更輕鬆 所以在去年那場比賽 我們有看到這些年輕球員的價值 今年如果他們想要走得更遠 甚至是真的能夠順利拿到總冠軍的話 其實年輕球員反而會讓我覺得更重要 所以等於是年輕球員才是 能夠走左遠 或者是整個勇士隊的主體 那傑哥呢 傑哥保證勇士隊的下限 年輕球員可以決定勇士隊的上限 唉唷 唉唷 這個觸解好 這個可以喔 我們把這段寄到勇士隊的球團去 這種說法有沒有龍哥那where 有有有有有 那你再慢一點 你斷句再多一點 你那個斷句太快了 你的斷句再多一點 對再多一點 但我覺得講到 比如說整個球隊要怎麼樣 就是能夠再走多遠 其實大家也在討論夢想家 這一季能夠走到多遠 因為開季的中間一度十連勝 大家很看好夢想家說 哇這一季一飛從天 是不是真的 今年就是一個收割的 收成的季球季這樣子 那結果馬上吞了一個五連敗 還好又回到彰化之後 又拿下來年前的那個二連勝嘛 那對於一個在沒有彰化 贏過球的那個 呃夢想家只有生育生綠的朋友 生綠的來 你怎麼看夢想家現在 因為其實夢想家 在十連勝的時候 跟在後來經歷五連敗的時候 他們的場均得分跟失分 落差是非常大的 呃我認為雖然他們的 呃連勝的時候 他們讓對手每一場大概只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88分 85分上下 對然後在五連敗的期間 他們是讓對手得到將近100分 那進攻當然也是 齊齊伏伏 齊齊伏伏 就是也是有落差 但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應該是 還是回到防守端 他們的進攻也會有所下滑 就是因為你防守沒有達到預期 那你當然就會少了很多輕鬆的 轉換快攻的得分機會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他們 呃過年期間 回去需要修正的東西 那當然也很恭喜他們在 我沒有贏過的彰化 取得了兩場主場的勝利 因為這兩場比賽其實 對冒枉家也講相對重要 尤其是禮拜天那樣比賽 他91比70贏國王嘛 那場比賽一打完之後 立宗哥他就走到我旁邊說 深的鬆了一口氣 就雖然賽前大家看到國王隊的名單 好像就是有一些主力沒打 凱燕啊敏哥啊 舒豪也沒打 那時候呢本來在賽前的時候 大家在熱身的時候 看到那個球迷進場啊 其實就是人數比較少一點 然後那時候立宗哥講說 哇這個 因為舒豪在年前就宣布沒有打 其實真的有一些球迷 就因為這件事情有退票 但後來呢比賽開打之後 我突然回頭一看 其實球場是滿的耶 那天彰化球場做了5600個人 其實是接近滿場 就是球隊給我們的數據是滿場啦 那我覺得哇其實大家還是 但是夢想家還是在那個中張投地區 對於球迷來講是很重要的 那加上我覺得他們在主場終止連敗 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就像剛剛齊寬講的下半場的時候 他們把就是防守那個壓迫拿出來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的事情是 大家覺得阿吉對球隊很重要當然 然後很多人也說大B對球隊很重要 但我自己覺得夢想家能走多遠 是看麥卡洛能夠打多好 你自己是覺得咧 因為大B比較偏向於 跟大家去做搭配的一個角色 不管是在進攻端防守端 他可以幫你做很紮實的掩護 然後他可以在防守端當你最後一道防線 但相對來講他的自主進攻能力 當然沒有麥卡洛來的那麼好 那我也認為夢想家的進攻火力 最大就是來自於阿吉跟麥卡洛嘛 就是從這兩位的身上去幫球隊 在關鍵時刻去打破僵局嘛 那就像回到禮拜三那場比賽 麥卡洛賽後也有講嘛 他中間有一度抽筋 因為抽筋所以他也說這場比賽他扛嘛 那某種程度來講我也認為 這現在是夢想家他們這個團隊 有一個很好的氛圍 即便輸球大家也都是心事細在一起的 所以期待他們年後的表現 因為剛剛齊寬講的那個部分 就是在禮拜三的比賽 就夢想家血戰勇士隊嘛 那場比賽其實在最後關頭的時候呢 麥卡洛是抽筋他就下去嘛 對他有在地上 不知道球迷朋友有沒有看到 他就躺在地上他就抽筋這樣 那場比賽後來呢就比賽沒有贏下來嘛 那麥卡洛呢在賽後就自己傳訊息 就給教練團 他就說這場比賽我扛 因為我抽筋 我該留在場上的時候沒留在場上 他就說這場比賽算他的這樣 但我覺得你一個球隊尤其特別是洋將 然後會講這種話代表說他真的很喜歡 或是很濃露這支球隊 他很愛這個球隊啦 那他很投入的希望能夠幫助球隊拿下勝利 那他也知道自己在球隊的一個攻擊的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過去比賽裡面看到最有效的進攻 就是阿幾配大B的一個Pick and Roll 這個是最大家覺得要解決夢想家的進攻 就要把這兩個點先斷掉 可是呢自從麥卡洛來到這個球隊之後 發現這個點是更多元 而且是更難解決的 因為當他做出手的時候 其實你要去封阻他是很困難 那你在彰化也是算你的老家嗎 對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對這個體育館 除了贏不到球以外 除了贏不到球之外呢 這個體育館我 就像剛剛前面講說 立中哥說舒豪沒有打 所以有一些退票那個 那這個我真的感同身受啦 彰化那真的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 即便那個時候 我們真的很努力的在尋求勝利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達到球迷們的期望 但是一場接著一場 觀眾席上面的球迷都沒有減少 你還可以看到很多從第一場 就一路到我們最後一場都還沒有贏的時候 賽後的簽名合照他們都還是在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現在我會這麼的支持夢想家 很大程度是那個時候給我的溫暖跟關心 真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對那個地方是 已經可以說是有革命情感了 所以在PLUS E的年前的勇士隊五個主場 那加上彰化的兩個 夢想家彰化兩個主場過完之後呢 其實排名呢 大致上在年前是底定了啦 年後呢其實就會開始進入 真的要血戰的時候 因為接下來每一場比賽都 攸關於肌肉賽的席次 不是已經前幾天就在血戰了 對 年後還是在血戰 年前先血戰一波 然後大家休息回血 然後再來就再寫一波 因為接下來每一場比賽 因為越接近肌肉賽 大家對於那個名次啊 還有場上一些 你說的動作啊 對對對 對戰組合 對戰組合都會更講究了嘛 所以呢 我們也很開心邀請到這兩位呢 跟這個主場有非常有淵源的 深藍跟深綠的朋友 來球場第一排 跟大家回顧這週的比賽 好今天就非常謝謝齊寬跟佐哥 跟我們一起聊這週的比賽 那我是Henry 我是齊寬 我是小佐 過年後的比賽我們再見 掰掰